情 殺 石 頭 燈 身為一個地滿Fan 地滿出新產品當然要試試它 今次試的是地滿的日式紙盒湯 分別有忌廉粟米湯、忌廉番茄湯 還有南瓜甘筍湯 不同一般的罐頭湯要用罐頭刀才開到 這個紙盒連剪刀都不用 只要一絲就開到 開出來又不用像其他罐頭湯一樣要加水煮 就這樣倒出來不斷整熱就能喝 雖然我是日式湯 不過其實他們是在泰國做 我就不太介意 只要不是強國做我就OK了 忌廉粟米湯是三種湯裡面最稀的 它跟地滿粟米用不同 裡面的粟米粒是完整一粒粒之餘 比較起來味道更豐富 有點像用雞湯做底煮出來的西式湯的感覺 喝起來香甜又不會過鹹 不過如果粟米粒多一點就好了 南瓜甘筍湯就是三種裡面最稠的那種 裡面沒有任何粒粒,質地很滑 喝起來比粟米湯鹹一點 吃得出有南瓜味帶一點點甘筍味 不過南瓜味不算好濃 我覺得如果再香一點就好了 但在市面上的預先包裝南瓜湯來說 都已經算不錯了 忌廉蕃茄湯沒有南瓜甘筍湯那麼濃 又濃過忌廉粟米湯 我最喜歡些稀小小的番茄湯 尤其是配湯粉吃的時候 這盒湯的質地就完美了 它的番茄味好突出 是三種湯裡面最重口味的那種 不過如果只喝的話我自己就覺得鹹了一點 如果你覺得湯沒有菜很悶 推介你買地滿的紫盒雜菜粒 開盒就吃得 加上榴鐵湯也行 紫盒雜菜沒有雪味 它出了這盒東西之後 我都沒有再買過雪藏三色豆了 老實說 我一定不會說它這三種湯有幾天然幾健康 我敢Send你的話你都知道我留作啦 不過如果用回同類產品來比較 我覺得它這個系列味道真的算不錯 尤其喜歡是個南瓜甘筍湯和忌廉番茄湯 上碟真的像正正經經的西湯不像罐頭湯 加兩滴忌廉下去的樣子真的騙得下人 一盒倒出來大約有兩碗 用明火或者微波爐加熱就飲得 隨便搭快包做早餐也行 隨便煮粉開合湯做午餐也行 正正經經煮西餐拿它來開場也行 你不說 哪有人知道不是你煮的 嘻嘻 些水 之生 你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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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水 你不說